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这期视频我们来讲装挂鞭的第四节内容 装六青 首先回顾一下前面三节的内容 装挂呢,第一步先要装地支 第二步呢,是要装湿窑和硬窑 第三步呢,是查找挂工 这三步做完以后呢,我们才能装六青 找挂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它所属的五行 找到五行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装六青了 这是一个根本 好,我们来看装六青的口诀 装六青呢,是有规则,不是口诀 以本宫挂的五行属性呢,来装六青 我们看,择火格挂 它的四摇呢,在四摇 四五是要内变错 这是装挂工的口诀啊 那么它的挂工呢,就要把内挂变成错挂 内挂呢,为离火 离的错挂是什么 就是砍水 所以格挂呢,它的挂工呢,属于砍水 砍呢,是五星属水 这时候呢,需要记住啊,把它记到心里 拍一下自己,说啊,我是水 我是水,我的五行是水 那么这时候呢,就要看它装的地支 比如我们这里面呢,地支已经装好的是 害有味啊 那么这时候呢,以味土为单位 水和土之间 我是水,那么土呢,是刻我的 我,这个土前面就装关轨 是以我为太极点 我是水啊,要这样来理解 我是水 那么金呢,对于水来说 金是生水的 所以呢,它就是我的父母 父母是有金 那么同理 五行呢,害水 它就是兄弟,同我者兄弟啊 这个害水也一样 那么这个关轨丑土 也是啊,刻我者 土是刻水的 所以装关轨 那这个卯木呢 水是生木的 我生者为子孙 所以装子孙 这样就把一个六亲装完了 那么装完以后呢 如果有洞窑都怎么办呢 像这个呢 二窑发动啊 阴窑变成了阳窑 变成了泽天怪怪 那么这个怪怪 它的地支和六亲怎么安装呢 地支不变啊 地支我们之前在讲地支的时候 讲过了 地支呢 因为前子五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子 引 成 它不变 那么它前面的六亲呢 一定要随主卦的五行来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求呢 这个银木 它是木 你不能去把 则天怪怪 它属于昆宫 那么它的五行啊 是属土 所以你在它这里呢 装一个关轨 你在这个银木这装关轨 这就不对 不要以变卦的六亲来装 这是错的 那么我们要以主卦的五行来走 怎么理解这个含义啊 就相当于一个人啊 它13岁离家出走了 到了55岁呢 它又回来了 它从这一个大家族离开的时候 它的身份呢 是父亲 它是父亲 它是长辈 那么它回来的时候 它依旧是父亲 这一点呢 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它的六亲啊 你在这个家族里 你的身份啊 是不变的 我这是打这个比方式 针对谁来说 它对孩子来说 它就是父亲啊 所以说这个银木呢 它在这一个挂子当中呢 它是子孙 它的六亲是子孙 那么它的变卦的六亲啊 也是子孙 它也是子孙啊 这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一个变卦六亲的安装方法 一定要牢记啊 这是所有初学的同学 特别容易错的地方 变卦它是 不会改变六亲 就像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的一个亲人一样 你再变 你的血脉是不变的啊 所以这个银木呢 六亲要随 主挂的六亲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